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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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發揮到很多氧的一些這樣的元素 令到它 和你也知道的了 牽涉到這些鞍 亞摩尼亞或者是有氮這些材料的東西 很多時候有個爆炸的能力 那現在他們竟然開發到一個亞摩尼亞內延機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叫做地球上內延機歷史裏面 我都覺得一個多特別值得紀念的一塊東西 我不管它是否成功 但是現在就是由Toyota和中國一起合作開發的一部 要用到亞摩尼亞做的內延機就完成了 就是這樣的事 那你在廁所我們聞到的味道 是不是亞摩尼亞來的? 尿的那些額味是 亞摩尼亞的味道 亞摩尼亞引擎 我都聽到我就抗拒的 我都很怕那股味的 有時候你不是說去廁所 我都聽說過 如果你養豬 那些豬不黏呢? 豬公不黏呢? 然後出來長大之後出來的豬就特別壓的 又會說 吃下去那股亞摩尼亞的味道特別大 其實它不是去變化 但是它本身那股鴨味就特別 就是它說叫豬鬚味 等於那些人說尿那股尿鬚味一樣 其實就是那些亞摩尼亞的東西來的 但是這裡要提到 用亞摩尼亞做的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第一 亞摩尼亞本身的化學方程就是 就是一個蛋加三個氫 NH3的一個這樣的化學結構 沒有碳在裡面的 所以呢 用亞摩尼亞去做那個燃料去給這個動力呢 就是沒有碳排放的 當然你要加 除了亞摩尼亞就要加一些助燃劑 就是就好像你那個 如果你是大家熟那些內燃機的原理呢 它其實就是那些叫什麼 所謂的燃油噴住 你就會將那小小的燃料 在那個小小的空間裡擠出來 同時間也都有一些的助燃劑 其實很普通的 即是空氣那些氧氣在那裡 再加一個點火的火花在那裡 促使到那些燃料和助燃劑產生化的反應 就是一個爆炸來的 就用那個爆炸的效力就將那個活塞推動它 這樣就給出一個動力出來 所以你看到那些內燃機的引擎就是有 其實它那個轉動就是由 等於就是每一個爆炸就幫你推8分1 或者甚至乎16分1的一個循環 就幫你 可能你的引擎轉一圈 其實裡面牽涉到8個或者16個的爆炸在那裡 接著就會很順地地把那個旋轉去弄出來 其實那個內燃機的設計就是 你怎樣將那個燃料和那個助燃劑 再加上那個點火系統 可以很滴水不漏地去控制在那個小型的空間 而且沒有洩漏之餘 就令到那個爆炸的推力 就盡量就送去那個活塞那裡 就令到那些東西可以走到 然後還要是你爆完之後就剩下一些廢氣 怎樣去排走它 就再有些新的燃料和助燃劑進來呢 你會發覺整個那個 就是內燃機設計的那個 最叫做象心獨運的地方 就是在它那個可以很順暢地 就將那個這樣的爆炸排放的 cycle 就很天衣無縫地去連接在一起 那現在這件事情就由它們設計了 就是用這個阿摩尼亞去做出來 那我覺得都值得去留意 那阿摩尼亞難不難找呢? 阿摩尼亞照計是不難做出來的 就是世界上都有很多標準的程序 去做阿摩尼亞出來的 那相對那個 就是它們聲稱 要做阿摩尼亞是容易的 成本會是低的 而且它本身都是有機化合物的一種 那你可以保留一個可能性 就是就算我不是用 就是我不是由工業上面 硬硬從氫和氮去做出來 我可不可以由其他的生物過程裏面 去採集、產生、生產到阿摩尼亞呢? 那其實它做得到阿摩尼亞 就是你想想 連人自己都做到 柯督鳥都有 其實牽涉到很多生物的過程 甚至乎一些屍體腐爛的時候 它都一樣會有這些難民的氣味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有阿摩尼亞在背後 所以它是一樣 應該是比較容易去做到的東西出來 所以才夠膽去拿去做這個燃料 但是問題就是 不同的燃料呢 你要去設計它的內燃機的時候 我剛才就說到很簡單的就是有個空間裡面 有些燃料座燃劑噴進去 爆炸然後排放 但是我記得在比較早的大半年前 我有特意有一節提過 其實單單你做 輕器的內燃機已經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做輕能的車 其中一個最大的難關就是 那個輕器的內燃機那個設計那裡 就是輕器它給出來的爆炸力 固然更加強 但是也是因為輕器在它那個 拆散了蟲組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腐蝕性很高的東西來的 就是你世界上很多比較強的酸 它的酸的酸性來源就是它那個輕的離子 所以如果你是用輕器來做能源的時候 我們就想起來很簡單 輕加氧就出水 但是因為輕作為一個爆炸力這麼高 就是產生出來的溫度爆炸力這麼高的時候 它有些輕不是跑去跟氧來結合的 有些輕是跑去跟那個引擎的其他零件 其他裡面的化合物去結合了的 所以我們就說 做輕的內燃機其中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 輕的複蝕性很高 令到內燃機不耐用 就令到那些原本不漏的地方漏了 有些耐的地方變了不耐用 如何做一個更加耐用的輕內燃機 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問題 同樣都是 亞摩尼亞它給出來的爆炸力夠不夠呢? 就算在火箭發射也是的 如果你是用甲圓來做燃料 和用輕離做燃料 它裡面的那個 就是你怎樣控制爆炸的那些物料的強度 又有差異在這裡 還有你怎樣把那些物件去加壓去保溫 那些參數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為什麼在這裡呢? 你用亞摩尼亞都是一些會爆炸的東西 來重新做一個內燃機 你就變了很多東西要重新設計 究竟它的重新設計要關注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連我自己都沒有在資料上找不到 我自己都不是認識太多了 我們想得比較理想一點點 如果有一天做到的 會不會是我們在引擎裡面的車可以走得到的? 但是我們撥出來的不是很純正的阿摩尼亞 我們撥出來的東西是會出阿摩尼亞 但是有很多雜質在這裡 那你如果是一些雜質很多的東西 那究竟怎樣可以令它變成純正的阿摩尼亞呢? 就等於你現在想 怎樣把家裡做出來的那些生物柴油 可以給車子走也想一大堆 也很煩 還有那些柴油或者汽油 燃料不純正 對引擎的損害和污染都會很大 那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就不會想到 就是說 阿摩尼亞都可以變成燃料 就不會想得太快了 其實更加多的那些技術層面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算你弄到這個耐燃機出來 至少我還要想到 至少有兩個更加基本的問題你要想的 會不會一樣有剛才說 氫氣燃料的那種複蝕性的問題呢? 你要記住 現在這個阿摩尼亞燒出來之後 應該是會有一些淡氧化學物在這裡的 它雖然是沒有碳、沒有二氧化碳 但是因為阿摩尼亞裡面 氫這種元素是有氮在這裡 會不會有二氧化氮呢? 二氧化氮都是一種造成酸乳的氣體 不過就是它的溫室效應沒有二氧化碳那麼厲害 那些淡氧化物你會怎麼處理呢? 無論是一氧化氮、二氧化氮 都是其實一些我們不歡迎的東西來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車是會撞的 引擎是會洩漏的、會爆的 你漏汽油可能 我不知道啊 你問我來說 我也覺得汽油那種味道也不至於太難聞的 如果漏的東西叫阿摩尼亞 就是那輛車用得老爺一點 有時候引擎的汽油味去供回到車裡面 這樣就忍一會兒就沒事了 但是現在供進來的那一層是阿摩尼亞的味 這樣就窄洗了 還有阿摩尼亞這些味道對人是不好的 就是太有趣了 引到鼻子呢 小小的阿摩尼亞聞 你會覺得很大件事很臭 其實那些北歐的肥魚罐頭 裡面那股藍吻的味道都是很多來自阿摩尼亞的 但是如果阿摩尼亞去到一個地步超濃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聞到味道的 但是那種級數的時候已經是中毒的了 其實也會是 所以我覺得它這件事 有一個另外的潛在安全隱憂在背後的 所以在這個報道裡面 它都說到就是說 它現在整成一個 就不是準備量產商業用途的 只不過就告訴你 技術上是可行的 我真的做到一個阿摩尼亞燃料的內燃機 技術上是可行的 是這樣的 如果你問阿摩尼亞是有用途的 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暈的的時候 索一口阿摩尼亞 就提神醒腦的 是啊 真的很可憐 我怕我提神醒腦之後再暈倒 不是 不是一問 醒腦又提神 索一索 書巾又活落 我忘記學者想說什麼 OK 這隻完了 時間夠了 下次我們講這個 科學活躍錄 OK 神秘的事第一節 2022神秘的事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 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ipShifter 的東西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事都有提過的 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事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p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p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 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按鈕 問題是否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